鐵達時的錶,有點可憐 我不說就沒有人會說 所以有機會我都盡量抽一隻出來說一下 雖然就不是太多東西可以說 可能大家都知道,鐵達時的錶分開三個等級 即是不計他的什麼陀飛倫 就要看一下他的錶面是寫著哪裏製造 如果他沒有寫著任何東西在哪裏製造的話 基本上整隻錶都是大陸製造的,那些就比較便宜 貴一級的就是會用日本的Miyota機身 下面六點位就會寫著Japan Movement 至於它最貴的款式 雖然也不是太貴 就是寫著Swiss-May的瑞士製造 大家可能有疑問 Swiss-May有什麼可能是說兩三千元還是價一隻錶呢? 沒錯,的確是不可能的一般情況之下 但是也要看一下 Swiss-May這個字其實是有一些定義的 有很多人不會以為 寫著Swiss-May一定是百分百瑞士製造 但這個從來都不是事實來的 在宗標界來說 Swiss-May其實是說百分之六十的機身價值 是在瑞士製造 這樣就可以成為一隻瑞士製造的手錶了 大家清楚是百分之六十的價值 就不是百分之六十的工序 亦都不是百分之六十的材料 是瑞士製造的 所謂價值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它只要最貴的幾個關鍵部位 例如油絲、擺輪那類的東西 是瑞士製造的 其他的東西 例如錶鏡、錶殼、錶帶、鎖 那些全部都在大陸做得OK的 都可以是一隻Swiss-May的手錶 只要滿足到最低的門檻 其實這個門檻就不是很高 尤其是在2017年之前 甚至乎只是百分之五十的 這個門檻 17年它提高了十多百分百分百 即是免得這麼難 所以你會發覺 Swiss-May的手錶 幾十萬就有一隻 幾萬元也有 幾千元也有 可能一千多元也有 所以這個字 其實不是太特別有什麼意義 只不過對於鐵達士來說 有都比叫做沒有 例如你名校考第尾那個 都是名校的學生 其實就是做到這樣 所以這隻錶 大部分的價值 我相信都是去了 Swiss-May那幾個洞 那裡 至於其他那些位置 它都可以省 例如什麼呢 例如 如果你和那隻 之前我介紹過 187那隻錶比 其實有些東西它就省了很多 例如1887 它的字就是全部刻在鐵圈那裡 你看到這隻呢 就這樣印在玻璃上面 就算數了 那些資料 另外它那個把的 也是很平衡 什麼都沒有 即是連鐵達士那兩條 竹鬚都廢 鬼事雷射上去 其實很多東西都沒有做 你看到 其實這個殼 就是一個很GENERIC的殼 其實如果我這樣看 你應該都是 在海鷗買回來 就這樣裝上去 其實它都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所以這些呢 某程度上 都令到它 感覺上 都比不上以前那隻1887 所以我經常都說 1887已經是 它近十年 最精彩的作品 就是這樣 當然 這個機心 其實也是我買它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想 就是我想看真些 它到底是什麼機心 因為我初初 買它回來的時候 我以為SwissMade 有這麼便宜 應該都是通用機心 吧 即可能都是那些 ETA ETA 或者Selita 這類的機心 但原來都不是 買回來看完一輪 都不像是那些機心 後來就想 會不會是一隻海鷗機心 但是 我對所有型號的海鷗機心 都是沒有這個機心的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 我都不知道它是什麼機心 如果有些 中標達人 看得出的話 我都歡迎你留言 告訴我是什麼 我自己都想增光見聞 因為鐵達士自己又不說 它不會說機心的型號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只是你看到 它有些圓圈紋 甲品上面 鎖上面 有些日來瓦的波紋 有些 這些很基本的打磨 這些 大佬做到的 不是什麼特別的 但也叫做有控帽 名校考底的學生就是這樣 但是帶很明顯 一向都是弱項 沒有防漢 就是這樣 扣 都比沒有好 都叫做Laser 兩條竹梳上去 除此之外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後面寫著316L 就是316L 都沒有特別的 帶就不太耐用 老實說 已經瀉了兩下 都很爛爛的 但是 其實它還有一個 很大的問題 就是 就是太大隻 這個也不是 它這隻錶獨有的問題 其實鐵達士近年 所有錶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太大 太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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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流 最主要就是 42mm的直徑 如果對一隻 三針錶來說 今時今日 是真的有點太大了 再加上它的錶面 也是什麼都沒有 感覺上就很刺 那應該是怎麼做呢 其實 你參考一下 例如 Edox那一隻 大月相 它也是42mm的 但是它加了一個月相 在那裡 你就 不覺得錶面那麼刺 那你變 如果現在這隻 什麼都沒有 就 不知道 不知道 如何 空空空洞洞洞 變成了整個面 另外一個面 也是它反光 我明白它想做一些效果出來 但是 它一個反光的面 就變成了 就變成了 看時間 就有些 不是太清楚 你來 因為我現在都是反光的 變成了 嗯 不是太清楚 其實 那它們的 它們的 印度位 打磨都 上可 特別留意 它那個 3.6.9.12. 這些位 它是打磨多了兩下 你看到這裡有多了三角形 這個也是好事來的 但是 除此之外 都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還有 這隻錶真的太厚了 它跟187 都是這樣的 厚度 不過人家那隻計時馬錶 那麼厚也有道理 你三針錶那麼厚 就變成了 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 例如你作為一隻 Dress Watch 就太厚了 你看到有多厚 我戴上手 很奇怪 整隻東西 就變成了 就是拱起了 但是 如果作為一隻運動錶 它又太過不像運動錶 那就變成 就 卡拉在中間 很難用 那 其實這些地方 鐵達士的設計 都要留意一下 你要想一下 戴上手的人 是怎樣用這隻錶 才行 就不是隨便做一隻 看起來OK的錶 就算了 當然這隻錶 看起來也OK 不然我不會買 特別我喜歡 它是太飛針 因為它後來出了一款 就棒認針 我又不太喜歡 這隻 大概三四年前的款 它太飛針 我就比較喜歡 那 都是這樣 沒有太多東西 可以說的一隻錶 如果大家喜歡的 就買一隻來玩一下 看它減價的話 尤其是 經常都會減價 那 但是 如果 你 都要覺得 要 勞力事先 喜歡的 沒辦法 這些就真的不適合你 那 就 儘管 大膽拿出來說 這隻 我都不知道會這麼說 會被人笑 不過不要緊 我有我講 你有你看 不適合看就算了 今天講到這個 Centitas Sanviria 所謂瑞士製造的一隻錶 希望大家都 喜歡 多謝大家